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十面 那么第二段的正有本事 就是成为书论依止这个教理 提出十个论点来证明这个根本第八识的存在 我们看第九灭定有事 那么前面的八个都是掖着凡夫的杂染的心事 所变现的因果来建立第八识存在 这以下是掖着圣人的心事来建立第八识存在 这个灭定指的是三果的圣人 那么他所入的灭境地 所以这个三果以上的圣人 他有时候去戳拨 有时候出外说谎 那么他感到第六一识的分别心的扰动 非常的疲惫 他想要让第六一识暂时的激进下来 回到疗坊以后 他就奏愿 说我要入灭境地 那么等到这个僧团打板的时候再出地 那么这样子 他的作业呢 他的内心就由这样的扰动向 入了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乃至于到时空地 乃至于到地球之地地 就入了灭境地 灭境地的当中 现前的时候 前提后是完全的休息 不再活动 全面的休息状态 那么这个人 他奏愿就是说要打板才出地 但是后来他所居住的这一群的僧团 发生了争执 大家就离开了 离开 经过几个礼拜以后 大家和合了以后又回来 回来又开始和合 在一起打板 这个在打板的时候 他又出地 在时间过了几个礼拜 但这个阿罗汉没有死亡 他能够在灭境地里面出来 那表示 在灭境地当中 虽然前六四部活动 还有一个心事的存在 来支持他的生命 那么这个时候 前六四部活动 那个心事是谁呢 那只好说是 第八的维系的心事 那个不可知直受的心事存在 在直受他的根深 那么这样从一个灭境地当中 还有一个维系的心事存在 来支持生命 不思不亡 也可以证明有第八四存在 第十 染尽心 从这个染心跟尽心的建立 来说明第八四存在 那么从凡圣的安利 主要是由心事的染尽 说万华为师 说是一个繁卫的众生 他内心当中当然是眨染性的 但是他能够不断地修习戒定会的法门 内心当中修一修职 透过内心的专一的安住 把心的扰动向变成洁净向 那么在从明了洁净当中 修习我宫观法宫观 这个时候内心能够跟无所得的真理 暂时的相应 那么这个无所得的真理是一种胜利地 那是一个圣人所觉悟的境界 那么这个凡夫的第六意识 也能够有短暂的相应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还是个凡夫 不是个圣人 因为圣人的境界 是从种子的断除 而不是一个第六意识的现象 就是说 假设今天我们只是因为第六意识的安利 那这样子染尽性就有问题了 因为他凡夫有时候也能够生起亲近的心 那么出国的圣人 他虽然断除了一部分的烦恼 他还有三界的爱烦恼 他出去外面的时候 看到一些无意的境界 也会生起一些维系的贪爱的烦恼 但是他毕竟是个圣人 所以我们不能够以第六意识一时的 染尽的现行来安利凡圣 那么这样子就有问题了 今天他前一阵楼是个凡夫 下一阵楼是个圣人 再下一个阵楼又是个凡夫 那这样子凡圣的安利就是混难了 这一定是以第八识的种子的这个断除 来安利果位的 不能以第六意识的现行 否则染尽性不能安利起来 所以你不建立第八识 这个染尽心没有办法做判定标准 谁是凡夫谁是圣人 那是没办法判定的 所以越着染尽心的建立 也一定有第八识 以这个种子的断除 来建立这个凡圣的这个因果 所以这第四个 就是染尽心的因缘 也必须有第八识的存在 那么这个是讲到有十种的教理 来证明第八识存在 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 陈医师 那这里好像都只有 第六识跟第八识的那个分别 没有讲到第七识 那第七识当然跟第八识是有关系的 第七跟第八识有关系的 那你证明有第八 你就容易证明有第七识存在 根本还是在第八 其实第七见不见立还不是很重要 还不是很重要 你看这个社大臣论 他不安利第七识 他就讲第六识跟第八识 不过他那个第八识 是第七跟第七合合在一起 他讲义 那有些的维世经论 他只讲两种心事 一个是前六识 一个是第八识 但那个第八识的内涵 就是有第七的我爱子在里面 那陈维世论把第七第八厘清的 这样比较好 因为让我们知道 我们内心当中所依止的心识 是非善非恶的 它不是染污的 我们知道过世是在第七识的恒省试量 所以天经菩萨 他把第七第八厘清了以后 的确对我们修正上有很大的帮助 那如果你不把第七 从第八厘把它分开来 我们认为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有杂染的 这对我们修行的信心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第七第八是不是厘清 还不是很重要 但第八识的建议非常重要 我们后面会说到 这个牵涉到对涅槃的看法 就第八识建不建议这件事太重要了 就是佛还有没有心事 这是一个关键 佛 什么是佛 说是藏通别言世教都有佛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别教的佛 那么我们讲学佛 什么是佛 这一点跟第八是建不建议就很重要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 就在第八跟前六来说明 因为你第八是建议的 那后面就不难 主任慈悲 末尼解释有问题就是那个不可知直受 那主任讲说那个直受就是说他第一个是跟那个根生 根生根种子 根生种子是那个同肝共苦 但是末尼解释说他是这样 他是他种分别 他的主任讲说他的那个明了性是非常维系 所以不可觉知 那是说但是他能够 他是不是 既然他对这个五根和种子是有 有那个威系的明了 就是他有昏悲心 是的 主任讲过 因为本身不带明年 那也不带 他可能是用类似可能是一种 是讲说类似便利神石谷那种 非常威系的 我们没办法 但是他本身还是有昏悲 本身带有明年的昏悲心 是不是 威系 这个意思是在这里 第八世的兽当然是舍兽 他只有舍兽 他不苦不得 他不带明眼 但是我想我们在 在研究新世活动的时候 我们当然在 在 在说明第八世的新世的功能分成 易熟能变 思量能变 了解能变 但是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心思一动的时候 这三个一直同时存在 这三个是不可以分开的 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心思有造业的功能 按理说这是了尽能变 我们心思有一个直我的功能 这是思量 我们心思有一个储藏的功能 叫易熟 但事实上这三种功能是同时出现 就是念头一出现 三种功能记住 三种功能记住 这三种功能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他的直受 也会 当然第八世的直受是维系 但是第六意识的感觉就强烈 当我们在直受更生的时候 我们第六意识的感觉就更加强烈 表现在第六意识就更强烈 因为第六意识跟第八世又不能分得 所以主任的意思也是说 那我们因为我们感觉 就是说连那个欧罗汉都没办法 解采到那个第八世 可见他的那个名 就是说他本身还是有 那种连欧罗汉没办法解采到那种 是的 没办法去缺查到明了心思的存在 不能够缺查 所以这个我们还说 把它当成一种舍受 还不是一种 不能说虽然有苦乐感 第八世本身是舍受的 他对果报体的感受是舍受 后面会讲到相应为舍受 他是只有舍受 陈音师 请问那个就是事实的话 他 为什么不能解释是第六意识 事实体 当然这个事实体它本身在 我这个地方是讲地狱众生的 事实上这个事实体也应该是遍三界的 三界众生都有实处 那么这个时候 在无想定 无想天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生命能够相续 也是靠着第八世的支持 这个事实体 它的一个重点还是在普遍性 普遍三界这部分 普遍性 好 我们再看第十一面 那么前面是噎着教理 来证明第八世存在 这以下一一指圣言量 来说明第八世存在 说是小乘论师说 你讲到这个十个论点 我同意 的确有一个维系的明了的心事 那么所谓的不可知直受 他维系的 插挪插挪的支持我们的种子 也直受我们一起的果报 那么在大正经典 是不是佛陀有这样子明确的说明呢 那么在成为书论当中 他引出了三段的经文 来证明佛陀在经典上 的确的明白的说到第八世存在 第一个是大正阿弥达摩经常说 说是无始始来界 一切法等一 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 佛陀说 在我们的现前一念心事当中 有一个心事 这个心事 他有两大功能 第一个 五始始来界 他能够对于我们五始节来所造作的善恶的功能 这个种子 当作一子处 其次呢 一切法 他也是一切的现行的果法的一子处 不管是 诸天的色心的诸法 或者是善恶道的色心诸法 他当一个种子的一子处 也当成现行的一子处 就是我们一念明了心事当中 有一个心事能够当五始始来界 跟一切法这两个东西的一子处 那么因为有这个心事的 这样的一个受心词种 跟异守的功能 所以在死令整个生命当中 由此有诸去与其涅槃正德 才能够建立的所谓六道轮回的杂染因果 也这样子的因言 才能够成立的有涅槃的成就 有亲近因果的正德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心事存在 那杂染的因果 亲近的因果都不能建立 因为没有人来持种 也没有人把这个种子变现果报 那么这个杂染的因果 亲近的因果 这种四圣地法 通通不能建立 那么从这个地方 佛陀等于是明显的说 第八是存在的 这个地方 值得我们简别的就是 佛陀说第八是是五始始来界一切法等一 说这是种子跟生命的一子处 跟外道说这个神我 外道说有一个长一不变的我 当作我因地的一子处 跟果报的一子处 说有一个我来造这个业 也一直有一个我来得果报 这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外道的这个长一的神我 他的我是恒常处不变异的 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你造的罪业 那个我还是不变 你造的善业 那个我也不变 那其实这个是不合理的 那就是没有所谓的轮转 那个佛陀讲是阿赖也是 是讲他是受训 他是生命变异虚伪无主 他是叉弄叉弄叉弄变化 他虽然是生命的一子处 但是他是不断的变化 受善恶业力的欣喜有变化 这点是不同的 这个地方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修行 这个菩萨道 他是一个点点滴滴的 所以我们发了菩提心 撞悔业障积极致良 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成就佛道 受用佛的无量无边的这种安乐的境界 那怎么办呢 一个方面 忏悔业障积极致良 每天拜八十八佛 每天的做早晚功课 做种种的善业 但是呢 这个功德他不是马上成就 他就是受勋 持种 今天拜了一副八十八佛 你这个地方是把你整个八十八佛的功能记录下来 你明天又拜了八十八佛 就把它记录下来 你拜了三年 拜了一千佛八十八佛 这个心事也记录下来 一定是等到这个功德成就了以后 这个果报才会出现 阿赖也是就是这个意思 受心持种更生气 就是一个人他能够成就功德 他是慢慢累积的 所以一个人要堕落三奥道 他也不是马上起二年就到三奥道去 不是 第六一世起二念 他这个功能 还得要慢慢被第八十累积 一个人到无间地狱去 他也不是马上下去的 他也是五死时来界一切法等一 就是他一定在第六一世的造业的背后 有一个非常唯细的不可知直受的心事 他今天在第八世的根本当中 接受前六世的造业的欣喜 这个罪业满了以后 这个业力才会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讲三世因果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注意 佛法讲因果论是通三世的 他是点点滴滴成就的 而这个关键点就是因为有第八世的存在 他受心持种 然后变现果报 那么这个是讲大乘阿比达姆经 第二个看《解身秘经》 那么佛罗在《解身秘经》当中讲到 阿陀那是圣生系 一切种子如暴流 我亦凡亦不开眼 恐彼分别只为我 这个阿陀那欢成中文叫子齿 佛陀说 在我们的心事当中 有一个直尺的心事 这个心事呢 特别的生气 不是一般的凡夫恶称的 所能够觉察的 那么这个明了的心事当中 他指使什么呢 一切种子如暴流 他摄持无量无边的善恶的功能 这个种子在心中是岔挪灭 他不是长一不变的 就像一个极速的水流 在这个心事当中 就像那个大海的水 插罗生插罗灭 顿生顿灭 顿灭顿生 那么我亦凡亦不开眼 恐彼分别只为我 佛陀说 我这个阿陀那是 我对于凡夫跟一顿的恶称人 我是不加以开眼的 为什么不开眼呢 是佛陀的慈悲 恐彼分别只为我 恐怕他以为 这个就是长一的我 这样子不但没有利益 反而有害处 所以这个小证人 他很难理解非公非有的重道思想 他就是要么他只有 要么执空 那么这样子 他这样的一种对立的法词非常重 那你暂时不要讲阿赖也是谎而好 他起码修这个 诸行无常诸好无我的空性的道理 他起码能够到达偏空的涅槃 卸脱三界的生死 你跟他讲阿赖也是 他执着为我 反而在三界流转 所以这个地方是佛陀 他不说第八世的主要原因就是 佛陀的大悲心 恐彼分别只为我 是这样的理由而不宣说的 这个地方老师说 这个第八世的建立 就是关系到一个 我们整个佛法一个总性的问题 所以金刚经说 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说这个贤圣有小圣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有大圣的出地二地三地四地 这些圣人的差别 他不是看你布施一百块 但布施三千块 你是俄国他是出国 不是看谁布施强 一天拜几部佛 就是你对吴维华的抉择 什么是你依止的真理 当然小郑的学者他不安利第八世 他以偏空列凡为生命的目标 说什么是佛 佛是没有明了心事的 因为他没有第八世的概念 那么他只有看第六意识 一个人只有第六意识的概念 我们不断的看第六意识 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诸行无常 是圣灭法 说这个第六意识是一文不止的 他是扰动的 是攀岩的 我们马上会下出这样的结论 那么这样子 小郑的学者认为 生命的最高目标佛是没有明了心事的 因为没有第八世 把第六意识 生命灭以极灭为了 第六意识停下来大事一半 那这样子就有个问题了 说是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 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么佛同没有明了心事 那这个是怎么感应道教呢 但事实上我们从很多的现实的情况 我们明明白的知道佛的大悲心是存在的 说是千江油水千江夜 说这个夜量在这个虚空当中 晝三时夜三时就普照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平静的水准备好 佛陀就映下来 菩萨清凉夜常有必经空 众生心构进菩萨引现中 这是华音经讲得很清楚 佛菩萨的大悲心是常有必经空 但是他在必经空当中 他的明了心是并没有断灭 众生心构进菩萨引现中 佛陀随时跟我们感应道教 所以一定是有第八识的建议 才能够建议佛的大波涅槃 就是第六意识的善恶的功能 是第八识的总始决定 第六意识可以变成善也可以变成恶 就是你栽培的是什么样的种子 有第八识的持种 所以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的 有各式各样涅槃的正的 有小正的涅槃正的 有大正涅槃的正的 都必须靠第八识的建议 那么这段是讲音像 就是一种持种的功能 那么这个阿弗达摩经是讲这个志向 是一个总说 这个下面第三段 路愣结晶 这个是讲果相 如海易风炎 起种种波浪 现前作用转 无有间断食 藏是海亦然 近等风所及 横起诸是浪 现前作用转 那么这个季颂是分两段 第一段先讲出一个比喻 说就像大海遇到风吹的阴炎 就升起各式各样的波浪 那么这个波浪升起 就有各式各样的作用产生 大波浪有大的功能 小波浪小的功能 那么这种阴炎是不间断的 那么这个批语这以下和谎 说藏势海亦然 就是我们这个藏 阿拉以这个藏势 设施无量无边的种子 那么近等风所及 这个种子什么时候起现行呢 就是看它遇到什么境界 你遇到掌握的境界来刺激 它就容易升起烦恼 那么我们一个人来到三宝的地方 有这个禁法的信息 我们就容易增长善根 有境界风的刺激 横起诸是浪 升起各式各样的 前期转世的善恶功能 那么这个当中呢 现前作用转 它能够现前 升起种种的善恶的作用 相续的应转 那么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讲任元经三种相续 说是果报的相续 我们这个生命的果报体 今生是人的果报 下辈子是个天的果报 这果报是相续的 果报为什么相续呢 因为业力的相续 种子的相续 那么种子为什么相续呢 因为有心事的相续 因为第八识的相续 有三种相续 果报相续 业力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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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再看下一段 那麼這個地方再看下一個是第八面 第八面當中的第七刻 因常以處作意受享失相應則 為以此片行五心所橫常相應其也 片行心所常俱如百法中世 那麼前面的這個出阿賴也是意仇一切種 不可知識受處了 是說明這個第八詩的字體跟他的所言形象 是講他的心王 那麼這一下講就是這個常以處作意受享失相應 是講他的心所 這個是講心所相應們 所以這個第八詩的心王在活動 他不是單獨活動 他夾帶的五個心所跟他一起活動 這是哪五個呢 就是處作意受享失 恒常地跟他配合 來了別種種的境界 那麼關於這個五片行 我們看副表第六 這副表第六的五片行新所 那麼這個片行啊 這個片是普遍 形就是活動 普遍的活動 為什麼安利座片行呢 這個維斯的意思就是說 他能夠在四個地方普遍活動 第一個他片一切心 所以一切的心王一動 一定有這個五片行 這片一切心 第二個片一切性 他能夠普遍地跟善惡無盡性一起活動 善一性有五片行 惡也有五片行 第二個片一切地 這個整個三界九地都有五片行 像有的心所是不能片一切地 就像稱心是不能跟禅定相應 因為你一個人在禅定當中 生一點貪煩惱 貪愛善媚樂 這件事情還沒關係 貪煩惱可以跟這個禅定的心所相應 沒關係 但是稱心出現一定破壞禅定 所以這修禅定的人的一個特色 他個性一定調柔散順 這是非常明顯 一個剛強的人 休息禅定有障礙 也這個稱心是破壞禅定 那這五片行 他能夠在一種散乱心 或者是禅定心 是禅是空定 都還有這個五片行 片一切時 一切的有漏無漏時 凡夫有五片行 聖人也有五片行 通凡通神 所以可以知道 他這個促作業受想師的活動範圍 相當的廣泛 所以安逸做一個片行 他是可善可惡 那麼這個我們在轉凡成聖的過程當中 五片行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他扮演一個主導的一個角色 那麼這以下我們根據這個成威術 這樣的一個大意 我們分成兩顆來說明這個五片行 在我們的修行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個 依迷雾而分二門 就是五片行有兩者法門 第一個是流轉門 一個是反面門 所以流轉門是觸作業受想師 在陳文書論是提出這樣的一個次第 那麼以前斯帝論的五片行的案例是 作業觸受想師 我們先看這個流轉門 說我們凡夫的五片行的活動是先有觸 就跟進式的合合 這當中當然是先由跟 去跟進界接觸 然後事才升起了別活動 當這個事一出現的時候 我們叫做觸 跟進式的合合 事一出現 這三個記住了 叫做觸 那麼觸了以後就有作意 這個作意就是一種緊結的功能 當然如果我們今天起的是一個如理的作意 那麼緊結的是一個善的 善的種子 緊結印起心種 它能夠把這個種子味的心法 把它刺激 讓它緊結 把它叫起來 讓它活動 它也可能把善的功能叫起來 也可能把惡的功能叫起來 所以這個作意是關鍵的 可能是如理作意 也可能是不如理作意 總之 它扮演一個緊結的功能 這個心跟進一接觸了以後 有一個作意 那麼這個作意以後就有一個受 感受 熱受苦受 或者不苦不樂的感受 那麼這個受的下一個次體就是祥 開始 一進起相為信 失色種種名言 它安利很多的名言 說是 我們剛開始跟進結一接觸 是一種感受 那麼我們怎麼樣把心中的進結 轉成心中的影像呢 一進起相 就是我今天見到一個佛像 但是佛像是一個心外的佛像 我怎麼樣把心中這個外在的佛像 轉成我內心的佛像呢 這就是個祥 你的心中安利很多的名言 這個佛像 眉毛長得怎麼樣 鼻子長得怎麼樣 嘴巴長得怎麼樣 你內心有各式各樣的名言 就把這個外在的佛像 轉成你心中所演繹的佛像 就是一進起相 生起信中的影像 當然在當中一定要假借名言的失色 那麼到想的時候 下一個就是私心所 開始去造善造惡 你可能對佛像 生起皈依讚嘆的心來造善 那麼這樣子就是有帶動一種善惡戀的造作活動 這是劉爪門 那麼環面門是以促作基礎 由作意而促受想時 那這當中憨山大師就解釋了 說為什麼成為斯論跟一切斯論 在五片形的時候有這樣的差別呢 韓山大師說 說成為斯論的五片史是凡夫安利的 說凡夫的心是內心不決定 譬如空中的乙毛可上可下 它是一個不定種性 說他到底生起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 他自己不能作主 看我跟什麼境界接觸 我今天跟掌握的境界接觸 我也只好放一人 我今天跟三寶境界接觸 我就好好的念佛念佛念神 所以凡夫的心情是不決定 不決定誰來決定呢 是我跟什麼境界接觸 我才知道我會起什麼念頭 凡夫的心情是這樣子生起的 但是這個修行人 一切實地論是講三寸的修行人 修行人內心是決定的 就是說 我不管跟什麼境界接觸 我心中不能起惡念 我不管外在環境怎麼樣 我也不管別人怎麼刺激我 我一定以作意做引導 我一定以如理作意 來引導我的思想 所以 這個一切實地論是 約著三寸的修行人 來安利的次第 那當然這當中就有兩個不同的 五片形生起的 凡夫的作意是促來引導作意 然後有受想事 修行人是以作意 心中先有一個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一個作意的目標 然後再有所謂的促受想事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流轉跟環面的差別 那麼這樣子講 這個如理作意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這個作意是怎麼生起呢 我們看第二段 以四力成就作意 有四種力量 第一個是境界力 所以你經常跟什麼境界接觸 你容易生起作意 你一天到晚到大殿去拜佛 練佛 你心中就容易生起一個 以佛 練佛的作意 說是這個孟母三千 為什麼孟子能夠成就一代的偉人呢 他小時候 剛開始也是心不決定 他一開始 他母親是搬到一個菜市場 那麼這個時候 孟子這一念心跟菜市場的境界接觸 他經常就去扮演這個菜市場的角色 賣菜 趁這個食物的輕重 就學習這樣的技巧 他母親看這個不行 就是以後頂多是一個非常好的賣菜的人而已 怎麼辦呢 搬家 搬到一個伏墓的旁邊 伏墓旁邊帶很多人去祭祀 這個孟子學會很多祭祀拜拜的禮儀 怎麼去吹喇叭打鼓 寫了很多的技巧 這母親還是覺得這不對還是不好 這個作意還不是很好的作意 第三次搬到學校旁邊 看到很多人讀書 增長智慧 明白道理 孟子他也學習去讀書 這個作意好 廣學聖賢之道 那麼這樣子 因為他從小就在學校當中 學習這樣的一種作意 這種境界的欣喜 所以才造就了孟子的偉大 所以這個境界力是很重要 外在的環境的因緣會影響我們的作意 第二個意念力 這個環境已經消失了 我以前是在掌握了境界 很多很多的不好的造作 但是我現在來到三寶的境界 這個境界已經消失了 但是三不五時還會懷念過去這個五一的境界 所以這個意念力也是會影響作意 你經常意念五一的境界 破壞你的正念 容易升起這個不如理作意 你經常意念三寶的境界 它也會產生主力作意 所以這個境界消失了以後 你對境界的意念 它也會影響作意 第三個是希望力 有些人心中是希望得到世間的無欲 我來生到哪裡去這件事 我不在乎 我精神要得到快樂 你心中有這樣的希望 你的作意也會有問題 你容易去造作業 這種作意 這種希望的人 你很難增上自己 有些人心中的希望是說 我今生過的苦一點沒關係 生命是短暫的 死亡失早一天要到來 我希望來生到極樂世界去 往生極樂世界 那麼這樣子 它這個作意的力量 容易足利作意 所以我們這個受戒 我們受戒之前心中沒有目標了 我這一念心也可能造善 也可能造惡 也可能造非善非惡 內心是不決定 不決定怎麼辦呢 受戒 受戒登壇的時候 在三寶的境界 我正式的宣佈 我地死某某 從今以後 在三寶的加倍之下 是斷一切惡 無惡不斷 是修一切善 無善不休 是度一切眾生 為眾生而不度化 發下了三種事業 這個時候你心中有個目標 這是我們講戒體 你這樣的目標 容易隐身如理作意 就是你心中有目標 你心中跟掌握的境界一接觸的時候 跟雜欄的境界一接觸的時候 你心中就說不可以 我心境花了月 這件事不能再做下去了 那麼你這個儒理作意 怎麼產生的呢 希望力 因為你內心當中有一個強烈的希望 要斷惡修善度眾生的希望 在支持著你 所以他這樣的一個希望的力量 也容易去帶動主理作意的出現 希望力 第四個 篡息力 你經常的去篡息 你說你中午吃飽飯以後睡覺 睡覺以後會拜八十八佛 今天拜明天拜 你時間到了 你中午睡醒的時候 就有一種拜佛的作意 就知道這件事情 我在起床以後 馬上一個作意要去拜佛 那麼你這個作意怎麼來的呢 篡息力 前面的境界力跟意念力 是一種外在的因緣 希望力跟篡息力 是我們修行的一個最主要的內因力 我們一個人的造善造惡 是在一念之間 這一念之間其實只要是如理作意 說是在維世二十宋裡面 講一個 二十宋的這個書記 講一個故事 佛戰士的時候 有一個國王叫 叫蘇佛羅納國王 蘇佛羅納國王 這國王長得很莊嚴 很莊嚴 他自己也很滿意 糟糕天下 哪一個人能夠比我莊嚴 有重賞 那麼在國家當中 找了很多人來應徵 結果都沒有一個比國王莊嚴 他也很自得 這個時候有一個大臣就說 國王 他說你跟我們國家比 這個沒什麼了不起 你應該跟隔壁國家 那個加蘭炎尊者 聽說他很莊嚴 你要能夠比他莊嚴 那你就真的了不起 好 可以 請他來比一比 那麼就請阿羅漢加蘭炎尊者 當然請來不是說法 是比莊嚴 當然阿羅漢也同意 那麼加蘭炎尊者來到千里迢迢 來到王宮 大家就被他的莊嚴射手 果然是加蘭炎尊者莊嚴 那麼這個人也是各式各樣 有些人你講法有道理 我就歸於你 有些人你逼我莊嚴 我就歸於你 那麼這個蘇布諾諾大國王 就歸於這個加蘭炎尊者 拜他為師父 那麼這個蘇布諾諾大國王 就問這個師父說 師父啊你為什麼長這麼莊嚴 言下之意就是說 我也希望像你這麼莊嚴 要怎麼修行 這個加蘭炎尊者說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的 說我過去一生是做一個殺命 在寺廟裡面 我負責是打掃的工作 掃掃地 掃廁所 清潔生團的工作 有一天有一個小乞丐來跟我起司 如果說把飯給你是可以 但是這個是三寶的飲食啊 你應該幫我把這個打掃寺廟的工作做完 我再把我的飲食分一半給你 這個乞丐也同意了 那麼這個乞丐就經常的來幫助這個小三明 掃地 掃廁所 那麼這個小三明就把飲食分一半給這個乞丐 他說當時那個小三明就是我 你就是那個乞丐 你因為這個打掃生團的功德 你這麼莊严啊 而也是這樣子 你有這樣的善業做國王 那麼這個說佛羅那國王一聽啊 起大歡喜啊 哎呀 這個三寶的功德如此之大 我只是在三寶的境界掃掃地 就做國王還這麼莊严 如果我進行受到皈依佛 皈依法皈依身 我進行受到修學佛法 那是什麼境界啊 聽了以後就把國王位放棄了 就交給他弟弟 就隨著這個家章顏尊者出家修行 修行的時候呢 他那個他師父啊 家章顏尊者就帶到他到隔壁國家 阿盤帝國去修行 你做國王 別人對你恭敬就沒辦法修行 帶到隔壁國家去 那國家去呢 在阿盤帝國三中啊 修子修官啊 修失戀處啊 這一天阿盤帝國國王帶了很多孤女到 國王的境界就是想享受嘛 在那個郊外裡面唱歌跳舞 那麼唱歌跳舞以後 這個阿盤帝國國王累了就睡覺了 公里就到處跑 就找到這個 索伯諾娜國王修行的山洞 在看哎呀 這個修行能這麼莊严啊 就這個地方自私點點 阿盤帝國國王醒過來以後 一早早過來 一看到就撐起基督心了 就問這個國王說啊 你真的四國沒有 我沒有真的四國 三國也沒有 那麼俄國出國都沒有 你也沒有真的四禪也沒有 三禪二禪出禪都沒有 那麼這阿盤帝國說 你連出禪都沒有 你沒有鯉獄啊 沒有鯉獄 你怎麼系統我的宮女呢 就叫這個士兵啊 打這個阿盤 打這個蘇伯諾娜國王 打得全身都流血就混過去了 非常重 打得非常重 當然這個交叉領尊者在禪定當中知道這件事 趕快派人去把他抱回來 插藥 慢慢慢慢跳藥 讓他醒過來 醒過來以後 這個蘇伯諾娜公王很生氣 他說我在那邊修山洞 沒有招得他 他來打我 這是非常不合理 我師傅 我先跟你請假一段時間 我回去啊 跟我弟弟借兵軍隊 把阿盤帝國給消滅掉 那加上軍者說 這樣子是找殺業的 成就不可得果報 那麼這個蘇伯諾娜國王說 師父啊 我的心就像石頭一樣堅固 不能改變 那麼加上軍者說好吧 那麼天也黑了 你好歹再山洞過一個晚上吧 明天早上再走吧 好 他山洞裡面睡覺 晚上這個時候 教掌眼尊者就給他一個夢境 哦 他回去啊 跟他弟弟借著軍隊啊 浩浩蕩蕩 心思問罪而來 就把阿盤帝國就打起來 一開始還打勝的 後來阿盤帝國打到最後的時候 下令反攻啊 一下子就反敗為勝 就把蘇伯諾娜公王打敗 打敗就被抓住了 抓住阿盤帝國說 這次戰爭是你引起的 死傷那麼多人 送到斷頭台去 送到斷頭台 這個時候 這個刀石要砍下的時候 他那個心就生起悔恨自信啊 就說師父啊 救我啊 就醒過來 醒過來的時候 下了一身冷汗 那麼這樣使他體驗到這個生命是無常的 是苦控無常的 這個時候他有覺悟了 不能爭一口氣 爭千秋 不要爭一口氣 這個時候 就要這樣 尊者為他說 四聖地法 他真的出國了 然後次第就贈了阿盤帝國 那麼從這個 索伯諾娜國王這樣的一個生命的變化 我們可以知道 這事件上是一念之間的 如果他當初那一個惡念沒有放棄 那個不如理作意的惡念沒有放棄 他要去報復的心 相續下去 他不管戰勝戰敗 總是會因為他的惡念 引起很多人的死亡 他肯定要在散熱道受長劫的痛苦 他一念的悔改 結果真的阿盤帝國 那在他的生命當中 恒長的涅槃寂靜的 永遠沒有痛苦 你看這個生命這麼多的變化 這關鍵在哪裡呢 這就是如理作意 當然這個當中 境界力意義戀力很重要 有善自私的射受 當然他出家以後 他心中有一種希望盛道的希望跟篡息 他多少有篡息力 內心有善根 有善根當中 師父的開導 他就能夠帶動他的善根 所以我們講不怕戀起 只怕截止 就是你一定是在你平常沒有事的時候 內心要栽培一種絕躁的功能 這點很重要 絕躁的功能 這個絕躁的功能 就是能夠帶動你的助力作意 也能夠引導你的生命去向於安德 就是作意力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